Miss OV平台 日本 国产 素人影片齐全 高速稳定不卡顿 24小时只会弹出两个广告 拥有思想 公开片单功能 中文字幕影片更新快 想要极致体验 就到Miss OV 大家好 我是老色批江林 本频道每周三 五正常更新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小铃铛订阅一下 万分感谢 川岳维是一位1993年出生于日本旗玉县的OV女優 目前隶属于OV制作公司 Arm Promotion 穿越围的魅力在于 她邪恶小魔女的外貌和F罩杯丰满的身材 她虽然有着可爱的面容 但眼神中流露出的某种S女的感觉非常性感 在赤女作品中 当她攻击M男时的表情令M男们难以抵挡 此外 她的F罩杯软绵绵的巨乳也非常迷人 皮肤白皙 血管凸显 乳头是粉色的 让乳房恋悟者感到兴奋不已 她OV女優的身份为人所知 但实际上她在出导OV之前 19岁的她就出导成为了 飞裸情色偶像并开始一能活动 2013年2月 发行了由新交涉制作的作品K 成为她的处女作 当时十几岁的穿越为 拥有极强的罗莉感 小恶魔的面孔也非常显眼 这位可爱的罗莉以JK制服和校园泳衣的形象 展现着极限诱惑的画面 从她的私处中可以看出 她从那时起就保持了无毛状态 并且她可爱的外貌和这样一个性感的视觉效果相得一张 在作为菲裸情色偶像活动到2013年9月后 同年10月她决定以OV女優身份出道 在出道作品CND057中 她穿着微型比基尼 JK制服和景深衣等诱惑着装 留着黑色双马尾 非常可爱 由于这是她第一次参演OV 所以有点紧张 但是她的模样很吸引人 当性交开始时 乳头和音部等敏感部位被刺激 让她连续达到高潮 如果把音精塞进她的嘴里 她会表现出新人女优般的猛烈吸水 此外 即便是初次作品 从第一个场景就受到了大量的精液浇灌 穿越为被浓厚的精液污染了可爱的萝莉脸孔 让人兴奋不已 在性交场面中也展现出了她的活力 让众多OV粉丝对她的未来期待不已 在穿越为出道约一年后的2014年9月 穿越为的粉丝们收到了大新闻 穿越为决定参演无麻影片 在无麻解禁后的一个月 也就是2014年10月 又一则让粉丝高兴的消息传来了 那就是穿越为的脱衣舞剧场出道 她的脱衣舞剧场出道地点是 大阪老牌脱衣舞剧场东阳秀剧场 这家东阳秀剧场 迄今已有多位受欢迎的女优出演 是脱衣舞爱好者之间闻名的剧场 虽然现在没有定期表演 但根据粉丝的评论 她的表演更注重艺术性而飞色情感 在表演前后 还会举办与演员直接互动的活动 对于穿越为的粉丝来说 无疑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 在Twitter上 穿越为非常开放地 发布了自己的性欲和自卫等内容 对于性非常开放 从穿越为的Twitter投稿内容来看 发现经常出现孤单的词汇 虽然她给人的印象很坦率 但似乎有点像需要关注的女孩 据说 穿越为在寻找男友或结婚伴侣时 希望他们能够保持频繁联系 并且能够每天与自己发生性行为 如果拥有这样可爱 和充满魅力的巨女朋友 每天都可以轻松享受心爱了呢 不可否认 她的性需求确实很大 除了以上的工作外 风俗店也是她经常出没的地点 私下也会与陌生男子发生关系 这也导致了她现在母乳出演的画面 就在前不久 江林发现穿越为突然 以母乳主题参演了OV拍摄 这不免让我为之一惊 之后查了资料才发现 她早前在Twitter就发布了消息 称自己怀孕了 所以暂停了所有工作 待2022年12月底生产恢复后 会以母乳身份参加OV拍摄 并表示 她没有结婚 也没有男朋友 孩子没有父亲 还安利大家注意 在你没有成为一个 有责任的父亲之前 即便喝醉了 也请戴上安全套 到底她是以哪种方式受孕的呢 这不禁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 至于哪种可能 留给你们来评论吧 以上就是关于她的介绍 下面进入影片推荐环节 五星推荐第一部 BNSPS409 让老头疯狂地淫乱女孩 父亲对身为不良少女的女儿 穿越为十分头疼 束手无策的她 只能将女儿托付给 曾经是老师的叔叔 让她在暑假期间 对这个孩子进行教育 并为穿越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 不断地在这期间 说服和努力 让她改过自新 但不妙为 这老头子却反被小丫头教育了 面对如此妖娆 充满魅力的诱惑 她这的老师 还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评价 这位正派的中年男子 逐渐而又坚定地 沦为小恶魔少女的俘虏 表现得非常出色 剧中最精彩的 莫过于中年男子 在穿越小姐的诱惑下 一开始还自我克制 不能被色情诱惑 但解放后的贪婪场面 令人兴奋 这种演技 在OV影片中 是十分难得的 穿越的诱惑片段 也是剧中的亮点之一 五星推荐第二部 Srum 007限时NT2 酒后驾驶引发事故 让整个家庭崩塌 酒后发生交通事故 对我来说应该很遥远 但就是这样遥远的事 却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有一天 我因为醉酒驾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 被撞者是黑帮成员 除了要支付医药费 还需要在受伤期间 让我的妻子 为她提供伤后服务 刚开始还只是简单地打扫卫生 但黑帮成员小万 对妻子的要求不断升级 终于 还是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之后更是在我与儿子的面前 发生关系 懦弱的我 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份侮辱 评价 这部作品讲述了 妻子为了丈夫 在肇事事故中 用身体奉献的故事 与主角始终表现出 精神上的抵抗 如果有展示妻子心理变化 并且妻子积极地 寻求对方的情节 将更符合NTR类别 五星推荐第三部 RBK014 015 奴隶色的舞台 47 48 故事讲述了穿越的丈夫 事业失败 留下大量债务并失踪 面对暴力团离小万组的低债 她选择向大学时期的朋友 申田寻求资金援助 尽管申田向她的父亲求助 但还是被父亲拒绝了 于是 穿越被卖到了秘密俱乐部 为了还清丈夫欠下的 巨额债务 她被迫参加奴隶秀表演 经历了生不如死的调教 但她也从SM中获得了新生 并且 小万组的领导小万谎称 丈夫失败完全是她的好姐妹 申田家做的 并且当初不把钱借给她 也是想看到穿越身败名裂 于是 她决定向申田进行报复 两年后 她来到申田家当庸人 暗中观察着复仇的时机 而申田并不知道这一切 于是 穿越用安眠药让申田和丈夫昏睡 并将他们出卖给小万组 之后 申田也接受了奴隶调教 并感受到了曾经的朋友 穿越的背叛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还被强迫进行女童性恋游戏 就这样 两个女人在小万组的阴谋下 彻底堕落 成为了俱乐部的奴隶 评价 申田与穿越的身体非常美丽 而他们被虐待时的哀嚎 更加引人入胜 特别是在SM表演中 被连续鞭打和蜡烛折磨的场景 以及红色蜡烛点缀全身的场景 都值得一看 五星推荐第四部 曼林二二 异地恋的未婚妻被乡村老人们调戏 年轻人都去了城市 只有穿越 围留在了老年人居住的荒凉之地 耕种着自己的田地 他每天都在等待着未婚夫的归来 由于是独自一人生活 老年人们毫无顾忌地偷窥他 以借用浴室为由侵犯他的身体 逐渐麻痹了他的羞耻感 不知不觉中 穿越被色狼爷爷们调教成了未安妇 虽然他一开始很反感 但回忆这些场景时 却可以感觉到堕落的快感 十分令人兴奋 当未婚夫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时 他看到被三个老年人束缚地穿越 被老人们持续地折磨和爱抚 让其被欲望折磨得十分痛苦 面对已经开发完成且痛苦的他 未婚夫按照色狼爷爷们的要求 插入了他的阴道 评价 故事中设置了两年前就开始的情节 并将男友和穿越的幸福爱爱 与老年人的性犯罪形成了对比 增加了NTR感并提高了兴奋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车牌会放到评论区置顶 咱们下期见 视频广告 王苏卡顿 混乱收费 片源稀少 无法收藏 MISOV帮你解决烦恼 这里拒绝海量广告 拒绝网速卡顿 拒绝影片不全 拒绝收费体验 还有专属片单 一键分享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